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哇 这个连段在当年的话也是很惊艳的 调皮压制 哎 后车没有连珠 这一套操作我估计要 要打很多年的实战才可以有这样熟练的操作 啊 不过空中揭揣一下 哎 中拳的生龙 哇 没想到他会出一个大生龙啊 这个时候有点太大了吧 先来看下一局 下一局看断水 该怎么打 哎 断水的打法就是一个字 秀 秀翻全场的感觉有一种 轻手轻手 你看他的压制能力还是蛮强 跳C反身位 给一个下半3.4点 接一个欧星感 哎 下中腿再别一下 来看阿波波再次起跳被打晕 快速跳C 下半轻腿接大招 非常果断的结束此次战斗 来说风来看下一局的 下一局看琴 能不能再次稳住一下 其实他还是了解断水的套路的 但是就是 好像有点稳不住 你看被断水只要一压住 他就开始乱了 后车 哎 前跳 哎 突然来个跳臂 现在比利再次顺势压了过来 从头一把 到本面继续反身位 给一个反身位跳C 接生龙 哎 跳C再次压起身 这个压制 哇 这个压制是 没有办法 还没有办法搞啊 这个压子别人 你看 太强了 这个 哎 最后一个下地 还是直接结束 继续来看下一局 压了对手根本没有办法出招 没有办法玩啊 游戏体验极差 咱们看下一局 下一局看琴 能不能换一种打法啊 哎 希望他能撑得住压制 然后前跳 亲手 跳中手 压制 亲手带一个砍到手 但是比利现在又有一个下轻的压制 就可以进攻 哎 踢 脚再踢 然后阿波突然一个闪现 哦 又中了下轻角 根本就是防不胜防啊 偷完上盘 偷下盘 偷完下盘 再接O性感 然后重退 哎 亲手 接一个上条 三连锅 跳中子 又打到一套 又一个必杀 真的踢一批 感到这个疼啊 游戏体验也太差了吧 这边看下一局 下一局看琴他这个阿波 哎 后撤起跳 前青腿再提 跳中子压制 连续跳中 哎 完了 但是阿波也没有抓到 这是好机会啊 起跳 亲手 选风腿 到板面青腿再压 亲手 亲手 后撤 亲手 亲手 亲腿再从下盘 来看连续的O性感 空军直接接摔 这个抢招也是一绝 哎 变身 变身才是王道 我感觉 感觉小龙 哇 两次砍刀手真的打晕 然后阿波顺势又是你一次小跳 砍刀手 直接结束 中方又来到下一局的这个比拼呢 这一局阿波波再次拿下一分 感觉比例变身的话 阿波波就不怎么好打了 还不如变得好 哎 前跳反射位 阿波波这一次找到手感 前前中腿跳C 跳C 跳C 我们就是想定办法 想定一切办法 挂他的防 旋风腿 O性感 到板面继续跳C 清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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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招 还剩一点血 然后再来个跳C逆向 他没有防处 这一局就愉快的结束了 再次我们来一波关注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两个关注再走呗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